梦冬雨露中说 修静业者乃待业往生 不失参业 乃至念佛一生 能灭八十亿界生死中罪故 这段话与无量寿经 第二十页愿 回过得僧愿 不符合 第二十页愿说 若有虚窝 闻我名字 即使回过 为道作善 他轻老开始 梦冬雨露上 跟佛的经教上相应 你觉得这个里头有问题 是你的粗心大意 你没有把祖师的话听清楚 修静业者乃待业往生 不失参业 这句话对什么人说的 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 快要断气之前才听到这个话 他马上就照办 万元放下一心念佛 这是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的 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那一个念佛 那一个念佛就是参业 深深念佛 就是深深参处业障 诗深连续 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十明念佛 没有间断 诗深 他就是没有间断 所以 不怀疑 不间断 他做到了 他不是做不到 我们这些人没指望 为什么 你现在听到佛法 听到佛法的时候 我要我 希望临终的时候 你成了个侥幸的心 这个这个不成 所以你要想 他话对谁说的 从来没有听过佛法的人 像这个 往年我在美国 我讲经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个人 周广大居死 他住在华盛顿地西 那么是个中国人 也是个老华侨 他在那边开面包店 这个得病的时候 病得很硬 还是癌症 很严重 一生他什么教都不行 到了那个时候 病重了 医院里面拒绝不给他治疗了 这抬到家里 家里人才找到佛教 所以说这临时报复局 那么我们这个地西 有一个进宗学会 就找到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很热心去看他 看他就劝他念佛 他这个时候 这是病到这么重了 才听到念佛 这是对这些人讲的 确实他念佛三天 念的时候告诉他家里人 不要替我治疗了 你们通通帮助我祝念 他说我念佛的时候 感觉到疼痛减少很多 三天之后 他往上对这种人讲的 不是对平常 平常那你讲的时候 你都侥幸了 我造罪业没有关系 临终的时候我还可以 往上哪有这种道理 你不可以把意思错毁了 所以往上有两种人 一种是平常 断卧修善 急功雷德 这种人 另外一种是造作罪业 临终之前 忏悔 回头往上对 我们不可以轻视 佛经里面有例子 你们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观无量寿佛经 二世世亡 那个造的罪业中了 杀父亲 幽禁他的母亲 夺取王位 跟提波达多两个联手 破坏佛法 无力罪业都造起了 统统都有了 提波达多多地 大世世亡 临终的时候忏悔 知道这一生做了做错了 求愿念佛往生 他真的往生 那在我们一般人家 他往生应该就是 凡胜同俱途 我下下平往生 这是观景上给我讲 造作罪业的 下下平往生 世尊告诉我 二世世亡往生 上平终生 我们看到这个事 是感到非常惊讶 所以对于造作罪业的人 不能够侵蚀 说不定他临终 他往生平位在我上面 不可以抢不起他 这是他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知道这个 你天天修忏悔法 这功德就很大 忏悔 什么叫忏悔 一定要懂 我是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教过我的 他跟我讲 他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 我听得很欢喜 我们求愿太多了 求不到啊 佛门当中有求必应 他说有的时候你求啊 没有感应 那这不是佛经上讲错了 是你自己有业障 这个业障障碍了的 感应不能嫌弃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忏悔业障 业障忏处之后 你得求愿的时候 他就嫌弃 是老师教的 那怎么忏悔呢 后不再造 我今天做错事情了 佛经忏悔 明天照干 这个不行了 这个是自己欺骗自己 欺骗佛菩萨 哪里会有感应呢 就是儒家讲的 不二过 我的过失只有一次 我明白了之后 以后我不会犯 同样的过失 这叫真忏悔 这个感应不可思议 那么二十世王临终的这个忏悔 我们就懂得 他真正明白之后 决定后不再造 他就提神了 往后还再造 这不行了 这不是真正 所以真正忏悔是后不再造 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忏悔之后 还继续老毛病 尝尝饭 这不行 这个业就太重了 这个是不会有感应的 谢谢观看